另外慈禁内湖园区的地质问题 包含北基地北侧有断层通过 南基地附近有矿坑旧址 还有潜在顺向坡的问题 其实都有专业的技师进行过安全调查 明天我们也将继续带您一起来了解 而慈禁内湖园区其实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是一个破坏区 不过园区里的铁皮屋还有土地 十多年来志工用心的来维护还有修缮 就是希望可以善用这个土地的价值 现况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铁皮的部分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说当初的铁皮可能是新的 那我们现在用了十几二十年之后 其实铁皮都已经斑驳了老旧了 慈禁在民国86年 接手当时的大有公车维修站 照片上清楚看见地面已铺上水泥和薄油 还有间间相连的铁皮屋 在后方可以看到 就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个烤漆房 碍于法规 所以地面上我们都不能去更改 那现有的一个铁皮屋 全部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我们只能够去做一个屋顶的一个修缮 保护区无法增建 只能从既有的建筑做修缮规划 区分为资源回收区 中央厨房 教育空间 还有物资占存区 历经十多年的风吹日晒 志工用心维护 并妥善利用空间 让这一群菲律宾志工 亲眼所见 每一条茅台的包装存放感受更深 我们来参观一下 怎么样整理一个环保站 资源回收环保经验传承 已成了内湖园区的招牌特色 也许周遭风景 与和过去大不相同 但能历经时间淬炼的 是守护环境的那份心 大一新闻旅士宣邓一中 台北报道